日本九州雄本在14号的晚上 接连发生了规模6.5跟6.4的强震 造成了4万多人被迫撤离 虽然没有发生太严重的灾情 不过在我们关怀的同时 也同时被提醒的 的确日本是个地震平仁的国家 而且强震的几率真的是不低 不过当我们看看日本的都市建设 又难免想到他们干嘛又盖那么多的高楼呢 其中最著名的高楼 当然就是东京的晴空塔 晴空塔的目前启用已经4年 吸引了游客人次超过了上亿 他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盖得那么高 他对于地震有哪些的防范措施 的确他有而且做的是非常之好 今天我们就透过了东森记者的镜头 带你去看看您平常看不到的 这个晴空塔的防震的秘诀 还有他的招商术 东京露田区晴空塔一支独秀高耸矗立 总高度634公尺高的晴空塔 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电波塔 建造当时遇上了311大地震 却安然挺过天摇地动 原来这里有个完善的防震系统守护着 在建筑工法上除了地基牢固 内部使用了挑高镂空设计 中间只用了名为新柱的圆柱来支撑整个塔身 这次晴空塔首次对外国媒体公开新柱的正面目 这里是东京晴空塔新柱的最底部 而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最大工程 其实是底下的防震橡胶 地基中埋入西震橡胶 运用新式防震技术 能有效减缓地震所带来的剧烈摇晃 以确保周遭居民与游客的安全 亲自登高看起来的景色 绝对不是走马看花 走在350公尺高的天望甲板 走进窗边就可以细瞧东京景致 在网上就是450公尺高的天望回廊 玻璃回廊充满开放感 能带领游客再度保览东京 接近郊共青 来到天望回廊走一圈东京美景 尽收眼底 同时这里也是日本目前最高的制高点 黑夜降临时繁忙的景致切换到夜景模式 灯光璀璨的美丽夜景带来了不同的视觉饗宴 同时晴空塔分为游客送上了一份专属的表演 这颗不是一般的灯光秀表演 完整的桥段投影搭配节奏强烈的音乐 专业舞者一出场马上吸引众人不光 像是晴空塔城里的墨田水族馆 不只有各种鱼类 也有大规模的开放型水槽 进而在水中游游的姿态就近在眼前 不仅被称为最疗愈的水族馆 更为晴空塔增加了可看性 其实晴空塔除了展望台加上购物中心 整个晴空塔城一年可以吸引三千万人次造访 如何让客人每次光临都感到惊艳 进而守不住钱包掏钱消费 也成为晴空塔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而多元化就是重点 日本百货公司的商场一到春天就春意盎然 到处都是春季限定的樱花商品 其中这一件鲦鱼烧的商品最受欢迎 商场内的樱花大战开打 除了樱花麻吉口味的鲦鱼烧 老牌点心店推出了长命寺鹰饼组合 饼皮包着樱花红豆馅甜中带点咸 完美呈现清爽的春天风味 再走几步就能看到知名蛋糕店 推出纯级限定的樱花起司蛋糕 从口味到包装都充满季节气息 而正是季节限定四个大字 紧抓消费者的心 青空塔经营商场很有一套 总共三百多个店铺几个月就变换商场装饰主题 就连贵位贩售的商品都精挑细选 冬天有新年布置 春天樱花飘落 夏天的商品充满凉意 秋天过完俏皮的万圣节后 更等着圣诞节的购物商机 让消费者一年四季来到这里 眼中看得手里买的都能满在新鲜感 一 二 三 七 而在整个青空塔城四处都能看到 吉祥物青空塔妹妹的身影 就像是个灵魂人物 不仅吸睛也很吸睛 走进东京青空塔的专卖店 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但青空塔妹妹结合了青空塔主体 创造了无线商机 健健品商店里的正殿之宝是青空塔模型 一个要价大约台币850元 一年就能卖出超过两万五千个 创造两千一百二十五万台币的收益 其他像是限定饼干 青空塔妹妹吊饰 模型水晶球 还有巨型巧克力棒 光是这五样商品 一年就能赚进超过 五千五百六十万台币的营业额 而这些设计感十足的小物 总能让游客在临走前 忍不住大买特买 不过青空塔不以此为满足 因为到此造访的外国游客不到两成 这当中又以中国大陆 美国台湾的游客人数最多 为了吸引更多海外观光客 青空塔推出了外国旅客专用的快速入场券 价格比一般门票贵了220元台币左右 但却能省下至少三小时的排队时间 还有专属通道 而这样的尊容感成功奏效 如果是普通票的话就要等 就more than two hours 然后就等15分钟的话 就觉得可以省时间吗 青空塔2012年落成开放后 随机成为东京的新地标 被人称为东京观光的门面 两年半的时间就吸引超过一亿人次造访 今后他们放眼海外 想靠着多元化国际化经营 打算再次写下营运奇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